8月25日凌晨,香港律师会理事改选揭中,专业派5名候选人高票当选,大获全胜。 今次的结果不单只体现出政治凌嫁专业的态度从此在法律界消失, 也证明爱国爱港才是主流声音,而香港回归正常社会更是人心所向。 今年法律界政治化严重,幸好的是今次投票之中,大部分律师会成员无为开明派的政治目的埋单。 今次专业派大获全胜,不单是5人全部当选,他们的得票数目更加比去年得票者平均每人多出约300票, 以每名成员最多可以投给5个人计算,今年参与投票的人数至少多出300人,令一些政府施压干扰律师会改选的谣言不公自破。 亦都说明改选结果更加代表港泛民意。 开明派的惨败,说明越来越多的法律界中人开始恢复理性,不再被政治绑架,是从专业角度去考量。 自从疫情之后,各行业都受到波及,法律界亦不例外。去年底就有律师行受访时,只收入跌了两成。 从行业发展前景来看,只有将视线转向大湾区,拓展内地业务才能带来更多的机遇。 今次律师会的成功改选将会为法律界中的外国外港人士提供更加稳定、开放的平台,帮助他们更好地去顺应十四五规划的发展方向,融入双循环经济体。 如果大家对今次这个议题有任何意见,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再见!